- 各位小老婆汽車諮詢網的觀眾們大家好 我是卡普大叔 本週以過氣代班車手的身份 為各位帶來幾則車團快報 首先第一則新聞 Kawasaki於2017年推出Z900之後 由於操駕表現極佳而大獲好評 更在隔年緊接的推出了復古風味的Z900RS 而這款RS承襲Z的靈魂 以火之欲經典配色重生 一推出馬上風靡車試 而近日Kawasaki在社群媒體上 不斷推播新車款的CV 更以Retrovolutions is coming 吊足車迷胃口 而標題的Retrovolutions 顯然是Retro加上Evolution 翻譯成復古浪潮絕不為過 而在第二波影片中出現了Z650的身影 從這些資訊看來 給大膽的預測 Kawasaki的新車很有可能會是Z60RS 如果真的是Z60RS 相信會採取與Z900RS相同的做法 以街車Z60的基礎加上復古元素 打造出中量級的RS 而在第一波影片中出現了男女騎士的鏡頭 是不是意味著將會推出 比Z60RS更小一點的Z400RS呢 關於這一點 我們還沒有切缺的證據可以證明 不過以Kawasaki行之有年的 雙升車系來看 確實不無可能啦 目前Kawasaki預計於9月27 正式發表新車款 有興趣的車友 務必鎖定本站報導獲得最新資訊 第二則新聞是Russi又雙雙雙雙雙雙雙 等一下 衝槍 第二則新聞是Russi又又又又又又又 出限量精品啦 身為MOTO GP的活招牌 在場上徵戰超過25年的Valentino Rossi 決定於今年度賽季結束後正式退役 雖然因為疫情的關係 車迷滿無法自由的出國觀賽 也錯失見證一代傳奇退場的機會 不過別擔心 沒辦法出國看Russi 但是你可以入手Russi用過的鏈條鏈片 與Russi共同繩持在賽車場上 今年3月Russi正式成為了DID的品牌大使 而DID也順勢推出了限量的VR46聯名名科鏈條 獨特的盒裝與限量的雷雕鏈片 讓全球車迷瘋搶一波 而9月DID接著推出實戰鏈條增長組合 每盒盒裝都有一片封存在透明壓克力內的鏈片 而這些鏈片都是取自於Russi戰車上使用過的鏈條 隨盒還會附上一組Russi簽名名版 放在桌上看著也爽啊 而這組珍藏組合還內附一款特殊版本的520進階鏈條 外盒設計還採用SOLELUNA彩繪 就算買不到專用鏈片 來組紀念意義十足的鏈條也好啊 不過很遺憾的是 由於全球僅限量460組 國內總代理慶禮爭取到的少量組數都以名花有足 喜歡的朋友就只能看看DID 會不會挖出更多Russi用過的鏈條來拆賣啦 第三則新聞是TRAV的新車預告 TRAV在今年年初推出了Speed Triple 1200 RS 高達1160cc的排氣量 讓新款的Speed Triple 1200 RS 有了更飽和更張狂的動力 除此之外更加入了大量的電控與高檔配備 可說是英倫運動街車中的霸主 而英國身為Cofferacer文化的發想地 街車不來個競技試樣似乎說不過去 沒有錯你的新生TRAV聽到了 在8月中旬TRAV發布了Speed Triple RR的預告 更在9月7號再度釋出第二波宣傳影片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Speed Triple RR採用LED圓燈搭配整流罩 打造出經典的復古仿賽車樣貌 把手也採用了分離靶設計 整體設定增添了幾分競技的味道 讓人看了非常興奮啊 而TRAV目前尚未宣布Speed Triple RR的發表時間 對這輛車有興趣 口袋實力又雄厚的朋友們 不妨向TRAV台灣總代理安東貿易詢問 急招卡位才不會錯失良機啊 第四則新聞是原廠改裝不over YZF R1在2015年迎來大改款後 一直是性能至上主義派 以及車輛外貿協會的終極歸宿 中間也曾推出過性能更強 配備更高檔的R1M 但是隨著其他車廠 紛紛推出內建空力套件的車款後 R1那細緻素雅的車身設計 就變得有點差強人意 不過別擔心 YAMAHA旗下精品部門YS GEAR 推出了R1專用的原廠空力套件 根據官網上的說法 這組空力套件是以M1的空力設計 為原型修改而來 並且採用與M1相同的材料打造而成 能提供有效的下壓力 減少全力加速時前輪扶舉的程度 在減速時也能夠提升穩定性 是帥、輕、強、可靠 四者兼具的優秀精品 日本方面的售價為22萬日幣 車台幣約為55000元左右 試想一下 5萬塊錢買兩片 信仰馬上就加倍 身為忠實山葉粉的R1車主 還不速速給它訂起來 第五則新聞是背報 Honda旗下車系車款眾多 CB系列除了是本田的招牌車款外 更是街車的代名詞 然而在環保法規的摧殘下 使用氣冷引擎的CB1100 也將走入歷史 為了讓經典車款有個華麗的退場 Honda針對CB1100EX以及RS 推出了Final Edition 而這個Final Edition 在配備上與現行款式無異 而台灣本田為了國內車友 引進了CB1100RS Final Edition 車色上則提供了消光丹寧蘭 以及Honda經典紅兩種 售價為52.8萬元 喜歡CB1100RS的車友們 務必把握這個最後入手的機會 畢竟正如大叔以前講過的 有些東西錯過了就沒有辦法回頭啦 最後一則新聞 今年3月初 Honda YAMAHA KTM PIAGIO 等4間大型二輪製造商 攜手成立了全新的飯店聯盟 不過成立當初 並未對外宣布發展願景與計畫 直到9月6號4間車廠正式簽署合作 也提出了4項初級目標 分別為 第一 制定可交換電池的通用技術規格 第二 確認電池系統的常見用法 第三 製作與推廣通用規範 作為歐盟與國際間機構的標準化 第四 將通用規範擴展至全球市場 由此可知 這4巨頭推動的SBMC SWATBO Batteries Motorcycle Consolium 目標並不只鎖定歐陸市場 而是以世界共同規格為目標 願景相當的宏大 同時 4大廠也歡迎相關廠商加入 一起推動 交換電池標準化與普及化 而這個SBMC協議發展項目 除了標準化的電池之外 也包含輕型個人載具的研發 相信在10年內 就會有大幅度的進展 究竟PPGN 會如何應對這波更大的國際浪潮 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本週的小老婆周新聞就到這邊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